歡迎各位收聽安播足球快訊 根據全市場的報導 兩次二級球會A.C.米蘭和羅馬 都有意引進阿仙奴的波蘭首將 積格基維奧 但是兵工廠 無意在冬季轉匯槍將他外借 該報導表示 A.C.米蘭方面 在近日已經與積格基維奧的經理人取得聯繫 但是他們無意出價收購 只是想租借 阿仙奴方面 無意低價出售積格基維奧 而他們亦都不想將他外借 因為一旦積格基維奧離隊 他們就很難以低價引進他的替代者 而積格基維奧離隊後 球隊將會面臨後防人員短缺的情況 因此阿仙奴只會願意以合適的價格 去出售積格基維奧 另外 另一支二級球會羅馬 也有意引進積格基維奧 但是他們無意在冬季轉匯槍 發揮較大的預算去進行隱瞞 對於羅馬來說 積格基維奧 只是一個應對下半季賽程的臨時解決方案 23歲的積格基維奧 在上賽季的冬季轉匯槍 以2500萬歐元的價格 由以甲球會史帕西亞加盟阿仙奧 讓大家分享給朋友觀看 我們在下支影片再見 拜拜